有种美甲叫赵露丝的,五个手指头画五种图案,并在一起,却又莫名和谐。 说到赵露丝,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,他是目前娱乐圈当中,95后人气非常高的小花蛋。 赵露丝虽然并不是专科出身,和关晓彤、宋祖儿这样同心出道的女明星们,差距也是非常悬殊的,但是,却因为他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初恋脸。 而且,赵露丝也特别的会打扮,吸引到了很多大很多网友的注意。 而在大家的推荐之下,赵露丝也接触到了娱乐圈的发展,随后,又拍摄了一些网剧,凭着他活泼真实的性格吸粉很多。 而赵露丝在娱乐圈内一直营业自己的美貌,让大家对他都十分心动,慢慢的人气也就高了。 赵露丝一开始就是凭颜值走红的,所以,平日里,他在自己的打扮上也更加的重视。 相比起同龄爱美的女孩们来说,赵露丝不仅爱美,他在爱美上也特别的创新。 赵露丝平日里的时尚穿搭,都是非常有个性的,他很有自己专属的风格。 但是,当赵露丝五个指头变在一起时,大家却感觉赵露丝的指甲还有种莫名和谐的感觉,效果还挺让人惊艳的,非常的有个性。 而且这种彩色的涂鸦式的风格,也很对赵露丝的日系小清新的风格。 而大家也是第一次见到赵露丝做这样款式的美甲,都纷纷表示,真是见了世面了,原来美甲还能这样做呢。 只不过,看赵露丝的指甲这么费劲,相信也花费了不小的工程,做出来的价格也挺贵的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